最后一个panel 我们邀请了星球日报的CEO Mandy来主持 还有我们的4个项目方 Tricks Cluster 还有Depot 三个项目方 哈喽都在了吗 哈喽 哈喽 在的 好的 那就你们直接开始吧 Mandy 小姐姐没上来吗 Mandy 在吗 哈喽 大家好 要不然这样吧 Mandy 应该在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三个项目方先来各自介绍一下吧 可以从Tricks Cluster 开始 OK 大家好 我是Kristen 然后我是来自Tricks 然后我们Tricks 主要是数字资产的跨链网关 然后我们就是想成为这个世界资产的跨链枢 然后就是凡事与我们Tricks 产生链接的链的话 都是可以都可以是达到资产糊涂的效果 现在的话我们是利用比特币的清几链技术 已经实现了比特币可以在两秒钟完成转账 并且花费只要几分钱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飞跃 然后我们在上线之初的话 我们跨链BTC的价值就已经突破了千万美金 然后跨链BTC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闪电网络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比特币最大的测链和二层网络 然后Tricks的话可以将主流的BTC等外部的资产 路由进波卡的生态 并浮化后续的衍生金融服务 我们现在已经在自己的测链上上线了比特币的智能合约 然后等波卡正式部署自己的合约以后 我们会部署到我们的主网上 然后并且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grand 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完全的开源 不久的将来的话就会看到 比特币智能合约平台开发出来的产品 包括游戏 竞猜 Defi Dex 支付借贷 质押等等 然后随着Tricks跨链资产的增加 将来也会逐渐演化成为波卡的二级relaychain 好 谢谢大家 我看到曼丁上线了 哈喽曼丁 你能听到吗 我能听到 好的好的 那你来继续把刚刚那个Tricks他们这边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好的好的 哈喽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ODD星球预告的创始人Mandy 然后刚才一直在认真听讲 然后就溜了的时候去了一下洗手间 没有想到一分钟就轮到了我 特别不好意思 然后刚才是我们几位三位嘉宾都已经做介绍结束了是吗 没有 那个Tricks先介绍了还有两位 好的 那我们除了Tricks的老板以外 也请我们另外两位嘉宾 Crust的老板和我们Depot的老板介绍一下吧 就先从我们Crust的开始吧 好的 这个Ding老板在的 嗨 这里是Ding 请问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没问题 好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就我们Crust团队是一个 就Crust项目是一个基于可信的执行环境 前面李刚刚提到的TEE技术 以及Substrate的开发框架构建的去中心化存储网络的激励层协议 一句话解释 好的 感谢简明二要的介绍 然后我们刘明川刘老板在 我们Depot的老板是还好像在线上 我刚才看到了 那不然我们先向在的两位老板 我们先开始一下一个问题 然后等一下我们Depot的老板上线之后 然后再让他补充 好吧 然后那我就先 那我就先直接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吧 嗯 然后其实我的第一个问题 也是可能在各个阶段的扣发到 都会比较长被问的问题 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 基于以太坊跟波卡做一些比较 然后那今年呢 我们也一直都在关注波卡的进展 然后现在主要也快上线了 然后那么以太坊的2.0 其实也是一直在受到万众总统的一个期待 然后现在也快退出这个费型的阶段 所以呢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几个嘉宾 认为哪一个会发展的更好 也是比较挑战的问题啊 以及波卡生态在未来是不是会有其他超过的生态 好了那就还是从我们的费费的电脑板开始回答 嗯 好 谢谢 对于CROSS的 在我们CROSS的视角来看 对于CROSS 首先我们是个应用链 然后波卡的平行链 对于我们这个CROSS应用链来说 其实更加灵活 CROSS的可以在基于 波卡更加自由的 定义自己的逻辑和接口 同时呢 CROSS的是基于TE的 也就是可信执行环境技术 就像前面影行介绍的 TE的引路呢 是一种技术上的折衷 是在性能和安全之间 进行了一个折衷 那么为了尽力保证TE的安全性 TE的版本也是需要经常 也不能说经常 就是是需要更新迭代的 因此呢 波卡的链上治理和无分岔的升级 是非常吸引我们的 因为非常符合CROSS的项目的需求 到关于波卡和以太坊的竞争关系 其实我不敢妄自评论 但我想引用Gavin博士的观点 就是从通证基金上来看 每个代币 每个有代币的项目之间 其实都是竞争对手 但是这种竞争是 Gavin的原话是说 是相对肤浅的 以太坊和波卡有竞争跟有合作 其实在研究的是非常相似的 相似的事情 然后呢也是去采取一个 开放共赢的合作态度 才是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 以上是Gavin博士的观点 也代表我个人 谢谢主持人 感谢您的回答 然后我看到我们刘明川老板 是不是上线了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刚刚有点事情出发的 没关系 然后一个是 请您再补充一下 自我介绍和对项目的介绍 然后另一个就是回答一下 我刚才的问题 然后其实就是 简单来说 就是问说以后 PKD的生态 跟现在已开放的生态相比的话 你觉得发展前景 是不是更广播 好的 好的好的 我是DifoTech刘明川 我主要是负责我们公司的技术架构 这一块 我是我们公司的首席架构师 然后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分布式能源 和区块链的一个结合 然后我们是帮助这种 小微的分布式能源 能够更好地获得相关的金融服务 然后能够帮他们去更好地部署 这样的一个分布式能源 并且可以把他们的电力 向周围的用户进行一个共享 对 我们主要做的是这么一块 然后刚刚您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觉得是其实以太坊和波卡 未来会走向不太一样的一个发展道路 他们既有一个重叠竞争的部分 也有各自具有一个独具优势的部分 因为现在以太坊丰富的一个生态 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优势 费斯林的话 主要是以太坊的核心是一个信标链 所以说这个拥堵问题 并不会被一个很好的去解决 但是呢 以太坊是一个高度标准化的一个 像云平台一样的一样角色 它内部的整个信息沟通 还有流动成本都比较低 所以它非常适合一些对标准化要求很高 然后对食言啊 对共识安全更高要求的一些场景 然后波卡的定位是有所差异的 它其实希望给予开发者更大的一个自由度 而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定制化的开发 然后可以保持 可以保持自身独立的一个安全共识 又可以接入波卡去实现一个共享安全 所以我觉得在重叠竞争的部分呢 比如像稳定币 或者是一些像defi方向的一些应用 我其实更看好以太坊一些 因为它对这种标准化的成标准度更高 而且目前也建立了一个更加庞大丰富的一个生态 所以这些defi模块之间彼此的导流 是波卡短期很难去超越的 但是波卡上我认为会诞生更多更丰富的应用 波卡有自己的一个赛道 也就是定制化的一个区块链和链之间的一个互操作连接 这些才是波卡价值的一个体现 波卡再加上基于substates的各种区块链 再加上其他跨链方式连接进来的区块链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波卡生态 然后如果说波卡链的一个生态逐渐构建起来的话 那么与以太坊重叠的那个部分 也就是说之前所竞争到的这个稳定币 或者一些defi的应用 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流量变化 然后逐渐被波卡禅食 这块也是我们一直在观察和等待 好的 感谢了 然后最后就请我们Chance的Question老板来压轴回答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 我一个人拉拉踏踏的露脸 其他的其他的老板都不就不开视频了 不是因为我刚才开视频了 感觉灯光好暗呀 照射不出我的美 好的 好的 你觉得我们的美吗 然后针对于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这个就看看这个各自的优势了 因为以太坊的话 目前来说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但是像以太坊类似的公链的话 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想做首席的大厨师加洗碗工 就是什么都想做 然后所以他们智能合约啊 货币啊 治理啊 等所有内容都会纳入其中 这个当然也有优势 刚才那个地破老板也有提过 但是很多区块链的话 在上面如果是架构应用程序的话 也会受到他一些治理啊 或者什么那些的 这些方面的一些限制 那我们有时候很多也是需要这些链的用户群体啊之类的 那其实波卡的话 就是可以相应的解决这个问题 它的互操纵性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波卡的中继链具有通用性 平行链只要考虑自己的应用逻辑就可以了 然后同时的话波卡顺带中的区块链 是可以任意的进行信息的团币 然后你可以使用任何的语言编程 然后只要是可以做到 那个特定的功能接口实现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单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它对于整个加密世界啊 还有整个数字货币领域 还是有不一样的影响 然后这个它的影响也不亚于以太坊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这是我的回答 好的 感谢各位老板的回答 然后我总结一下的话 其实大家就是认为这个以太坊 和波卡的生态 既有一些可能竞争的重叠的部分 就像刚才比特的老板说的一样 然后也有自己发展的各自的独特的优势 然后是根据开发者的需求去选择 然后大家都认为说波卡的生态在未来是会有一个非常开放性的并且长远的发展的前景的 然后那现在我想问一下我今天的第二个问题 然后可能就是更具体一些 然后我们都知道波卡的一个最终生态的愿景 然后也就是目前 波卡的里程碑计划分收的这个2.0的阶段 然后是希望成为这个NASTEQ Relate a Chain 然后就是一个可分层的终极的链 然后在大家心目中呢 我想问一下波卡的分层终极和它的无线拓展性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问题我们就反过来 然后先由我们Christine老板来回答 好的 这个我认为它的无线拓展性闪向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波卡的平行链的话也是一条完整的主链 主链上又可以像波卡一样提供二级的插槽 这样子就实现了平行链上的平行链 也就是它的二级微粒链 所以就是由于波卡的插槽是非常有限的 然后平行链可能也非常贵 所以二级链可能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可以预见就是随着接入波卡生态的桥的数量的增加 一定会出现平行链不公用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选择二级中级链 然后在上面进行开发 那我们QX的话作为资产跨链网关的话 要实现的就是数次资产的流通 凡是和QX链接的链都可以进行相互流通 所以等我们的链越化越多 然后等那个将来的话 我们到了QX3.0阶段的话 就是希望可以成为波卡的二级微粒链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认为VED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我们的空间也非常大 波卡的空间也非常大 好的 感谢 然后那我们接下来请Dim老板回答一下吧 我是不是 我对吧 Dim 关于波卡的中级链机制呢 以前看到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就是波卡的中级链就像是电源的拖线板 就我们家里家电 就是因为你家的墙壁上的 你家墙壁上的插头卡 那个插槽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需要电源的拖线板 来拓展你的这个插槽 然后比方说Cross的这样的应用 波卡它就中级链就像是一个电源插槽 而Cross这样的一个应用 就像是拖线板上的一个电器 分层中级链呢 就像是拖线板接一个拖线板 就如果不考虑 拖线板插头处的这个传导的功能损耗 理论上来说 拖线板是可以无限拓展的 而波卡的中级功能呢 就是通过比方说核对者 然后钓鱼者 以及验证人 配合工作来保证这样的一个共享安全性 我相信波卡的未来一定可以带来一个高效 并且经济的分成中级机制 谢谢 然后我们最后请刘总来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我考虑的蛮长时间的 关于这样的一个共识安全的问题 我更想从共识安全的一个角度来 来说一下波卡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单纯从共识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中级链加平行链是一种把这种数据价值进行一种分层化的结构 也就是说不论于因为对于不论于是POS还是POW的话 它都要消耗一定的一种成本和代价来实现最终的一个共识安全 也就是相关的共识安全是有一个明码标价的 然后每一个链总共总体的一个共识安全的量 这是一定的 那么每条链上分配 单条信息去流转所对应的一个成本 将会决定这条链的一个相关的安全性 还有一个使用价格 那如果不分层所有的数据都堆在一条链上 其实就像比特币的一个问题 它转账成本比较高 所以说分层中级其实是很好的把这种不同场景的故事安全需求给区分开了 而且不仅仅只是一个转账上的安全 因为像不同场景像我们 BIPO所面临的一个场景里面 很多都是企业级的场景 他需要他就是这些参与者互相之间去分享这部分数据 大部分数据都不对外进行披露的 他可能只需要把一些加密后的摘要放到一个公有的或者非许可链上 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说 其实最需要安全和确定性的业务放到波卡的主链上 而一些不需要那么高的安全性的可以放到中级链上 甚至于放在我们自己的平行链上 然后由这种较低风险较低的这种较低级的中级链进行确认一些可以承受一定风险的一些业务 这样的区分会把这种市场价格和价值信息的定价给区分开来 从而实现这种价值数据的分层化运行 我觉得这种设计是比传统的那种供链设计要好的非常多的 我说到这里 然后那 一提 因为先 我 然后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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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你是不是卡了 是 我 我 卡不通 你听我 我马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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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好 1 2 3 4 4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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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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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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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voltag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容易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高谈的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深厚的注意力 不语还要放拆銀子 以后 去住下 我们再薄点栏目 挣热地处理 咱们最早点放逐 咱们要打开 咱们差不多 中文字幕——YK 他那边应该是卡了 看一下他那边有一个问题 然后我替他问一下吧 然后就是说请各位嘉宾可以分别说一说 你们为什么当初去选这个sup 技术 你说对你们的项目的最大帮助是什么 我先来说吧 ok 待会刘初穿 我们选择substates的话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项目与这种实体产业非常紧密结合的一个特性 他就对这种要求特别高 我们很多业务是没办法放在公有链上进行执行的 因为公有链上的这种成本啊 或者隐私保护性其实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我们没办法直接放在上面 所以说像波卡像可以定制的功能模块 然后支持团队去自主开发这些相关的功能 最终确定率这些技术功能其实各个团队都受益良多嘛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 substates提供的一个灵活的开发框架是对我们最最大帮助的 因为这可以让我们面向企业和这种产业场景去构建满足diple的一个区块链的一个架构 我们研发了一套能源交易的机器模块 这是可以完全脱离token方式来实现一个链上业务的交互的 因为在传统的业务里面很多区块链在这种跟产业结合的时候 区块链只能作为一个数据库 或者是一个纯正的一种数据库来存在 其实很难真正应用在业务场景中 所以我们也基于substates这样一个框架研发了自己这样一整套的 链上业务处理的这么一个技术模块 而substates可以让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构建这样的一个核心模块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在这样一个核心模块上去打造我们 垂直的行业的一个生态应用 并且相比于这种单链加上dabp的这种以太坊的公有领域架构 我们觉得substates的框架可以更多的去支持 行业还有企业定制化专属的区块链 并且通过国卡的专属的这种跨链技术进行一个底层的连接 可以更好的满足像我们这样能源交易场景的一些隐私需要 还有这种能源资产跨区块链流通的一些需求 我的主要是这些 那下一个是那个crust的老板来说 好的 那么crust的最看重的还是开发的契合性 crust这样的应用链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off-chain worker的强大链上链下交互能力 非常适合crust的存储和检索的服务市场 因为crust提供的是一个去中心化存储网络 因为crust的激励的是一个去中心化存储网络 那么这个存储网络主要分为证明激励 以及最重要的是服务 就是一切我们以落地 能够以落地为目标的话 那么存储和检索就是我们最看重的地方 而这个off-chain worker恰好就是可以极强的赋能了我们的存储和解锁市场 加上前面提到的链上治理和无分岔升级机制 以及rom-time module的灵活定制等等 这都是substrate可以对我们的带来的加速 然后最后还有substrate builders program 以及万象训练营的web3 bootcamp 都为我们带来的我们的开发带来十大加速 因此我们就选择的是substrate 谢谢 OK 那我们QX选择substrate主要是有历史人员 因为我们和创始团队认识的比较早 我们很早就开始关注parity团队 当时波卡的白皮书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着手开始研究的 然后像在国内的中文版的白皮书都是我们翻译出来的 还有波卡的这个名字也都是我们根据协议来起出来的 然后包括最早的meetup什么的都是我们创始团队来做的 所以我们是关注的比较早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开始逐渐开始研究substrate 然后当时我们研究substrate的时候 它还没有从波卡的项目中独立出来 然后我们算是最早的一批开发者了 然后随着这个我们一直是跟随着这个substrate迭代更新 然后我们也就是理解了这个substrate的开发功能的这种扩展性 还有它的底层的共识网络存储等基础模块都非常好 然后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就省去了从零开发一条烂链的代价 不用关心那么多的基础的功能支持 P2P区块链结构等等的 我们只要关心自己的业务逻辑就好了 所以我们当时考虑的就是波卡的目标是链接任意消息的通信 然后不涉及任何的用户应用 但是目前区块链上传递的绝大部分还是资产 所以我们GX当时就和Web3宣布合作 然后我们来承担波卡外围的这个世界资产网关的角色 将主流的BTC等外部资产路由进波卡生态中 然后路由过来以后 然后做一系列的后续的衍生介入服务等等 我们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好的 大家都现在能听到我讲话的不好意思 刚才不知为何掉出去了 好的 然后刚才也听了三位老板对于Substrate 跟自己项目结合的一个具体的阐述 然后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回答 然后接下来我会对三位嘉宾每个人有一个具体的提问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Cruise 然后今年的话其实也不只是今年 就一直以来分布式统组这个赛道一直很受到大家还有受到自本的关注 然后那今年这个拖了非常久千呼万唤使出来的Failcoin的主网也据说是要在下半年上线了 然后其实这个赛道也还是竞争挺激烈的 所以就想问一下为什么Cruise会选择这个方向 然后也想问一下Cruise在目前您认为有没有解决目前分布式统组项目共同的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Cruise和IPFS的一个区别和共同点都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深度非常有意思 首先我想先说一下Cruise跟Failcoin的有什么差异 这个差异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技术形态的差异 网络形态 以及服务形态的差异 首先是技术形态的差异 在中心化存储网络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存储节点需要向链证明自己正确存储了哪些文件 Failcoin的核心证明机制包括复制证明和时空证明 这些都是基于大量复杂的密码学的计算来进行证明 而Cruise则是基于TEE的本地存储校验实现 这两个方法可以说是各有利弊 就像前面银行提到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折衷 Failcoin在证明的同时 引入了大量的计算成本和硬件成本 而Cruise在本地高效验证的同时 引入了对TEE模块的依赖 正是这样的技术形态差异 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后面的两大差异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是网络形态的差异 就前面提到Failcoin引入了大量的复杂证明计算的 那么这个时候对矿机的配置的要求是非常高 目前的推荐配置是256G内存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256G内存 和GPU以及固态硬盘 这样的一个配置基本上就告别了一些小展户的加入 而Cruise的硬件只需要支持TEE芯片 在网络带宽稳定的情况下 其实个人电脑的配置就可以运行一个存储节点 因此目前Cruise节点会走向机房化和数据中心化 而Cruise的分布会更加的下沉和离散 这就是Cruise跟Filecoin节点的网络形态的差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服务形态的差异 所谓服务形态指的是网络中 这个网络存储了哪些数据 网络提供哪些服务 Cruise团队为Web 3.0时代的数据呢 很粗力度的分为了两大类 我们分的是公共数据和私有数据 所谓公共数据其实指的是 所有对人类都有价值的数据 比如气象数据 比如基因序列等等一些科研数据 我们呢需要对全人类需要永久的 存储这些数据 并且开放给所有需要他们的研究机构 比如一些高校啊 跟研究所之类的地方 对于公共数据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共享 通过一些P2P的文件协议 共享的让数据永远的保存 不会因为某些 比方说某些商家 某些机构的故障 导致这些价值数据被永久的删除 我们以IPFS为代表的文件协议 其实就定义了非常完善的P2P的共享网络 而现阶段的Firecoin测试网 最新的如果大家去看Firecoin的最新的经济模型 包括前段时间推出的Firecoin Discovery项目呢 也正是定义了一些对节点 定义了对公共数据的存储的激励 它定义的目前是这样的一种共享的形态 所以关键词是共享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我们定义的第二种数据叫私有数据 就是个人数据 以及一些企业的生产和业务数据 比如我们春节过年的时候 我们拍的全家福 然后我们公司的业务报表啊 等等一些数据 这些其实是私有数据 对于私有数据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看中的就不是共享的 我们看中的是保护 包括隐私保护 包括访问控制的保护等等 近年来呢 频频发生了很多数据泄露事件 比如某个酒店集团的大量的开房记录 被员工泄露 大家应该前段时间印象比较深刻 还有一些什么某视频网站的员工 他泄露了这个某个明星草稿箱里的一些视频 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 对吧 这些都是一些很恶性的事件 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中心化云 呃 存储商 对私有数据的可以说是践踏 因为云服务厂商缺乏保护隐私的动力 同时呢 数据确权和隐私保护 是有技术成本和信任成本的 而云服务厂商又没有 对对我们隐私保护的同时 又没有明显的收益 所以我们的数据呢 在中心化存储里面 其实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 在cross的中呢 我们通过TE的加密封存技术 结合了区块链的确权机制 用户可以制定就是数据的隐私等级 隐私数据从用户到云端 再回到用户的全生命周期 是受到我们TE级别的加密保护的 全世界除了用户 没有人可以看到 就是用户定名的隐私数据 可以真正的做到用云不幸云 那用云不幸云是最近 就是我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词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不相信云服务提供者 我不相信他 我不相信他们不会作恶 我们默认云服务厂商一定会作恶 但是呢 由于Cross对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的保护 云服务提供者是没有作恶空间的 所以在Cross的用户 是在不幸云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放心的使用 当然了 Firecoin也对私有数据和隐私保护 有一定的支持 而Cross呢 也保持了对IPFS和P2P共享网络的一些兼容 只不过是因为技术和环境的限制 大家有各自的偏重和差异 这就是我想对前面问题的回答 谢谢主持人 好的 感谢丁老板 然后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想问ChainX的 然后我的问题比较长 然后大概会分为两个部分 然后那关于ChainX呢 一个是我刚才这个Christine老板也有讲到 ChainX是全球其实第一个成功上线的 博卡生态的项目 然后也已经稳定运动了一年多的时间 而且实现了这个比特币的节点的跨链 然后其实今年也有挺多团队 我们有看到在致力于基于比特币去做DeFi 或者是说比如说发一些ERC20的这种比特币的锚定币等等 然后所以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ChainX眼里的话 为什么比特币的生态需要DeFi呢 以及ChainX会在比特币结合DeFi上面提供怎么样的支持 这两个问题都是都还是挺大的 要是讲的话可以讲20分钟 但我这里面就简单讲一下 然后就是很多团队都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想把比特币跨到自己的链上来 那就是无可置疑的就是因为比特币的价值非常高 那首先的话就是那个比特币它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然后也是最常用的货币 它的主导地位它已经占到了66% 然后全球有3000多万的比特币用 相当于2000多亿的资产 就是如果说比特币引入到DeFi中的话 就是DeFi的规模将会得到非常大的扩大 然后第二就是它的合规非常友好 就整个区块链行业没有比比特币更合规的货币了 所以它是政策非常友好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比特币已经成为法币 进入加密货币的合规载体 所以如果说DeFi引入比特币的话 其实也可以打通法币和DeFi的通道 那所以就是所以比特币是 其实是DeFi它是需要比特币来进入到它的DeFi市场的 然后那比特币为什么一定要有DeFi呢 是因为其实那个比特币的话 它虽然说知名度非常高 应用非常广泛 但是呢它的金融属性是非常差的 因为比特币的应用非常单一 然后流动性又不是很高 使用门槛也比较高 但是这些都是可以通过DeFi来解决 那我们ChinEx可以为这个DeFi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呢 就是在前边这个主持人也讲到了 就是有听说很多团队也是想发一些ERC20的这种Token 来代替这个比特币之类的 这些都是方法之一 那其实因为比特币自身链的限制 就是大家没有办法在比特币的自身的链上做任何的二次开发 所以我不能在链上做开发 那我可以把你拿出来做开发 但是其实比特币的话 在技术角度它并不是像黄金像钱一样可以搬动 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字码 它必须在自己的网络环境下才能够生存 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办法 然后这里就不再一一去解决了 那大概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 第一种就是中心化的 第二种就是去中心化的 中心化的话大家可以理解的 就是交易所之类的都是中心化的 那就是去中心化的话 就是有见证人之类的 有很多种办法 那我们ChinEx的话在做的就是去中心化的 把比特币移到我们的链上 那我们用的是这个清洁点的跨链技术 然后其实就是采用这种 测链的中继和见证人结合的办法 这两个如果是猜开来讲的话 也能讲一会儿 大概知道大概是这么一个技术就好了 然后我们是采用这种全额储备金的模式 然后1比1的发行比特币 然后在我们链上发行的比特币 我们叫做XBTC 然后这种BTC 这个BTC 我们这个XBTC的特点的话 就是它可以实现这种完全去中心化的 然后就是从比特币到我们链上的 这个转账的过程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而且是安全度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是利用了那个 就是支持比特币的区块头的PUW验证和完整的交易证明 然后我们是利用这个WASAM技术 首次实现了这个比特币清洁点的这种跨链 所以它的安全指数相当于是和比特币的原链的安全指数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正在这个程度来讲 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实现比特币DeFi 你首先你链上得先有比特币 然后我们Chance的话是在把比特币放在我们链上 这个环节上是做的是最去中心化和最安全的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是可以 我们是上线了比特币的智能合约 那要做到比特币的DeFi 首先你得有比特币 第二是你得可以实现它的应用 那怎么样实现的话那就是必须有比特币的智能合约才行 我们的智能合约的测试网已经上线了将近一年 没有大概七八个月的时间 我们之所以一直没有上线主网 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等到波卡的合约上线以后 我们再同步去上线 但是我们是利用了我们这里是开发一条测链 我们开发了一条GX的测链 然后就是合约已经完全部署上去 在这个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会推出自己的APP市场之类的 然后而且我们会有一些的grant来支持开发者来开发 然后所以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智能合约平台的话 是可以开发一系列的小游戏 而且可以使用BTC做一些质押 然后我们还会以那个BTC抵押的 我们还可以做这个BTC为抵押的稳定币合约 还有ECC ZEC为基础的隐私交易系统 然后社区还是会给社区 还是会给应募提供很多这种抗风险的工具 包括期货、期权、指数、基金、借贷、保险等 高级的金融服务等等 所以这是我们ChainX能为DeFi带来的最基本的东西 首先是有比特币 而且是最区中进化最安全的 另外的话我们是有这个智能合约 可以把这些应用给做起来 好的 感谢Chris的回答 也特别期待ChainX和这个 在比特币DeFi生态之后 会做出来的一个更多的产品 和更多的前方来讲的一些场景应用 然后我还追问最后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因为刚才前面跟Crest 也有聊到他们跟Falcon的一些异同 然后所以就想问一下 ChainX为什么会选择 接入Falcon网络 以及接入Falcon之后的话 会对Pokadol的生态有什么帮助 我们考虑接入Falcon网络的话 主要是它的存储功能 首先是因为我们ChainX本身 作为资产跨链网关 我们本身就要跨很多有价值的链 那比如说像EOS 像ETH之前都是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规划行列之内 那为什么我们是提前于 这些ETH EOS这些币 先借了Falcon的话 Falcon呢 因为Falcon我们认为是 是最近最有价值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每天的这个报道呀 或者是会议呀 全部是关于Falcon的 所以这个是现在市场 非常有热度的一个币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它进行跨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对Falcon的探索 其实主要是想技术层面 主要是想技术和应用层面 主要是想借助Falcon的存储的优势 然后解决数据存储的问题 因为我们未来的话会 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个Falcon的转接桥 然后未来的平行链 以及DAPP 然后这些所有的数据 我们都会存储在这个Falcon的网络上 像然后就是对 主要是这个存储的功能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和波卡的关系 像IPF-S和Falcon的生态 波卡生态都是属于这个区块链的基础设施 而且都是有非常庞大的矿工啊 用户啊 社区群体 然后我们其实是想把这 这两个群体可以强强结合起来 这样子的话就会形成更大的网络效应 就是我们为什么想把Falcon接近波卡社区 好的 感谢 那我最后呢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我们Depot的老板 然后那我想说的是 无论是Web 3.0 还是区块链本身 然后最终都会回归到行业基础上 也就是其实我们经常在聊 但是好像一直还有 还有在进步的这个场景落地啊 也就是说区块链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然后所以呢 我想问一下说 Depot这个项目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也有看到 其实我们平台上面也有报道 就是我们Depot会为这个分布式能源定价 引入这个趁令去中心化的这个预言机网络 然后会优化这个能源交易 然后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是怎么想到的 把Polka.net的技术和这个新能源领域结合起来 好的我们Depot的话 是一个业务导向的一个开发 或者可能我们跟其他很多区块链项目不太一样 那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主要就是能源的去碳化和清洁化 也就是说怎么让更多的用户用上清洁能源 怎么让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能源进行一个转型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那区块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天然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在区块链这一块也分为国内的业务和海外的业务 国内因为像一些合规啊 包括金融条款的一些约束 所以说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 更多是以联盟链的一个形式来推进 那国内的话 我们主要做的事情是 因为现在整个吩咐是 可能接下来说对于很多行业内的一些术语 就能源行业的一些术语 就现在光伏的一个成本在不断下降 已经降到一个比较接近临界点了 因为可能前几年大家听到光伏就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补贴要很高的一个不成熟的行业 但今年或去年光伏已经不需要补贴 它已经可以非常商业化的进行运行了 但是装光伏的这种场景其实很少 就是这种大的屋顶好的屋顶能去装光伏的特别少 而且随着这屋顶不断的被装了光伏以后 那越来越少的这种屋顶 越来越少这种大的屋顶会存在 所以说未来这种安装光伏的资产的主体 它的规模会越来越小 也就是说越来越分布式 那也就是说我们像一家公司 未来要面临的是非常多的主体 那这些主体之间怎么样进行一个结算 怎么样进行一个资金的往来 然后资产的投资服务 这些要处理的困难会一同层次数级别的一个增加 我们基于区块链去搭建这么一个信息处理架构 可以减少相应的多方对账的一个成本 然后并且把这些可信方的数据都可以同时的接到链上 如果不通过区块链的话 可能未来只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中介机构 就像现在的阿里巴巴或者是Facebook 这样的一个中介机构 由中介机构把所有环节打通 但在能源行业这是非常难的 每一个环节的势力都非常强大 他们就会互相对抗 然后导致这个事情造成这个商业模式无法建立起来 但我们通过区块链这种分布式赞本的技术 我们可以更好地把这种分散式的资源给聚合起来 让他们更好的去给用户安装上 或者是更好的参与到整个能源系统的运行当中 第二个第二块就是像这种分布式能源越来越多以后 怎么帮他们更好的调动起来 去参与到能源系统的运行中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说 未来像这种单个资产 单个电源设备的智能化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需要对这些分布式能源进行群控群调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一徐汇区或者黄埔区 这么一大片的分布式光伏 我怎么样通过一种市场化定价的方式 告诉某些光伏板或者某些储能 让你们在这个时间点去出 去发电或者用电 然后给它相应的一个价格 这个通过原来的这种数据架构很难去实现 但我们通过区块链的话 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这些多个设备级的一个交易 这是在国内的一个应用 在海外的话 因为海外跟国内不太一样 海外很多地方虽然说电价非常高 但是很难投资方很难去投资那边 比如说我们在菲律宾那边的电价 大概1块到3块钱这样的一个电价 然后我们再比如说在上海的话 电价大概就6毛钱 这样的一个非常高昂的电价 但是虽然说是个非常好投资 建这种分布式电站的地方 但是他们没有相应的这种 像区块链这样去中心化的信任架构 那边人都是用法币进行支付的 虽然他们都有手机 但是他们有法币支付 用法币支付的话 对于投资方来说 他很难回收这些账款 他需要在中间设置非常多的中间人去进行带领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通过区块链的菲律宾在泰国 我们部署了相应的系统 他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区块链系统 通过稳定币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支付 那这样的话 投资方可以直接拿到这部分钱 而不需要再等待中间的多个中介方 把这些法币进行兑换 最后再给到中介人 整个投资过程会变得更加顺畅 所以说那些国家 那些电价比较高昂的 这些发达国家 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 就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区块链系统 另外一块就是像碳资产这一块 碳资产本来是很难被认证 或者是协调的 比如说一个光伏电站 或者一个储能电站 他们所产生的碳资产 可能会被双花 也就是说 他可能在某一个碳的认证系统里 他发了一度电会产生碳排放碳减排的认证 这个认证是可以卖钱的 但是他在另外一个碳核证的体系里 又发了一个碳证 这两个碳证 其实相当于有点像区块链行业说的光滑 但是如果我们的一个系统 我们可以实时的把这些数据都上到区块链上 可以确认好每一个 每一度电所发出来的电力 是实施兑换成某一个碳资产 然后碳资产可以交付给碳资产的购买方 比如现在我们对接了一些外企 他就有这样一个碳资产的购买需求 他希望买到一些像一些光伏电站 他所产生的一个碳减排的资产 来证明说 我这个外企在中国生产的整个供应链 是全部是绿色的 然后生产给消费者都是这种清洁 通过清洁电力生产出来 但这个证明过程原来是很难做到的 可能只能通过一个非常高度有权威的 这么一个能源公司 或者是中介公司才能完成 但现在我们通过区块链可以去中心化的 去中介化的完成这个过程 我不需要再有一个大的中介方 我们现在就可以实时的完成这个过程 这也是我们区块链要做到的 所以说通过波卡这么一个技术 我们可以实现 不论是在国内 我们通过substreet可以很快的去建立 威电网或者是一个能源交易 或者是虚拟电厂 这么一个能源用户测 这种能源的一种运行模式 或者是在海外 我们可以通过波卡 揭露更多的像稳定币 或者是去产生贪资产 进行一个链上的资产流转 或者是把这些光伏资产投融资的过程 也在区块链上进行一个确认 把它变成一个NFT 或者变成一个YAC20这样的一个token 在链上进行一个转移 这些过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联盟链 和波卡这样的一个大的 大的这种中介链 进行对接的过程来一个实现 像Chainlink我们也合作了 通过Chainlink我们把很多链下的数据 可以通过Chainlink进行一个数字化的签名和凭证 然后上到区块链上 我们也可以通过Chainlink来保证 我们本身联盟链的一个数据的安全性 不需要说把所有数据都上到波卡上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Chainlink这种预言机的模式 然后实现一个数据的一个共享安全 所以说通过波卡 我们可以把新能源中很多 原来无法实现的商业模式给实现出来 这也是我们正在探索的 这种分布式商业的模式 我的介绍主要是这些 好的 感谢Dipo的老板 不好意思 我刚才项目的重音读得有点不对 然后我这边Panel的问题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也感谢各位老板的精彩回答 让我们对波卡生态 然后包括基于Substrate开发的想象力 然后的拓展性有了一个更详细的了解 然后最后我们是把语音交还给我们的主办方 然后后面还有抽奖的环节 好的 谢谢Mandy和三位嘉宾的参与和分享 然后大家辛苦了 基本上也直播了将近三个小时了 这个还在线的小伙伴也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